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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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氣很重要 所以一定要我告訴你 我曾經在第一年回來教新日沙丹 我看到有一場球 我們輸給墨瑞 人家開個 corner 射入了 我有一個學生 跟一個助教講 跟一個舊生助教 Michael 有人說 他今天輸過龍門 我說大劑 跟他說這些話 你也知道 你也要解釋了 踢球 不能說輸誰 贏輸都是一隊 沒錯 真的 其實我想做教練 也要負責球員 球員踢得不好 是教練 教練就不好 但是千萬 不要說龍門輸後衛 要訓練到 學生、家長 大家要先信任 果然 到四天後 對著比較弱的球隊 只要我們贏了就可以出線 那場球最後 被人突圍入了一球 這些東西很邪 你也知道 因為你賴隊友 喂 你一個人 好像你那樣 我賴不了 我賴不了 你也說賴不了 但最重要 就是我們教到學生 不要贏就說自己 輸就找個藉口 賴人 真的 我覺得 我經常跟小朋友說 不要 他假裝圍不到 而那球輸了 你不要說他 你說他 他還沒有心機 你也有機會出錯 你們看職業那些 輸了 另外的隊友 不會 真的 這個是 每一個運動員 最重要的事情 對 我記得不要 但你不要賴我 是吧 沒錯 你賴我的 你搞錯 不解釋你 喂 大家沒有人 這樣就沒有了士氣 對 因為一個人 走小一步 就可以影響整隊隊 勝利 所以你說 什麼時候可以 拿回冠軍 其實很難 團結 教練搞得好 學生肯操 贏面 比較高 但是你說 每一場 你一定贏 就未必 其實做人 不是每天都這麼順 我每天都很辛苦 沒錯 可以明天走路 打倒退 是吧 不要緊 有什麼手指 是啊 什麼手指 都不足 太智劑 超離譜 公平 沒有 很多人 你就不會 張裝 什麼手指 辨訓 有沒有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